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 于11月21号周日举办了 说故事讲寓意比赛及颁奖典礼 这项比赛分成幼童 儿童 初中及高中组 另外还特别增加了两人以上的团体组 题材可以取自东方寓言或是西方童话故事等等 以生动活泼的方式来演绎 有别于一般常见的演讲比赛 这一次比赛着重的是学生的表达能力 同时也会在服装道具 表演方式 以及中文程度等各方面做全方面的考量 以预教娱乐的方式来推广中文学习 我们应该赋予中文学习更宽广 更生活化的意义 因此今天这场比赛 为的就是要让所有学习中文的家长孩子们知道 只要你按说愿意表演 你有想象力 有创造力 并且你愿意用中文来表达你的这些能力 我们都非常希望看到你站在这边 全都是爸爸妈妈在说故事 小朋友听 那我们办这个活动主要就是希望小朋友开始学会说故事 那开发他们的创造能力 那说故事呢 其实对孩子的启发真的是无限 那他们会想象今天只一天下来的比赛 每个小朋友的创意真的是无限 三位评审老师对于学生的表现都感到满意 其中身兼资深中文老师 以及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评审海祥 特别肯定了这一次的比赛方式 北加多联合会这一次办的这样的一个说故事比赛 它蛮有意义的就是说 它在于把中文跟这个舞台的一个结合 那我来评这个我会觉得说 对这个所谓的中文学校教育 尤其是在语言这方面的这个陈述 它用了一个新的这个方式 去呈现它去教育孩子让它更深呼 因为从说故事当中 你除了可以了解到所谓的我们所谓的发音角色 这方面的这些所谓的 平常我们认知里面的这个演讲的方式之外 它说故事它突破了这样的一个 比较旧有的传统 它又有了一个舞台的呈现跟有创意 甚至是这个团体默契的这样整个的发挥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一个新的突破 让小孩子呢可以在学中文当中呢 更找到更多的乐趣 指导单位南湾华侨文教中心主任严树荣 也对中文学校联合会的用心 表示嘉许 今天的这个活动 主办大会非常有才能弄的就像一个故事 故事你可以讲以前的故事 你也可以编写你现在自己的故事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一个好的一个机会 训练你的思考想象力 然后你如果是用说的话 当然就是训练你的表达能力 我觉得中文学校联合会非常用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